中国推荐侯友宜为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当面向韩国瑜表明 四年前他选举中做得不够 真不好意思 两人热情拥抱并且实质紧扣 韩国瑜也强调 要在国民党推出的侯友宜之下 下架贪腐的民进党 在一片动算声中 侯友宜大进场 国民党全代会23号正式登场 国民党内大咖录制影片 象征党内团结 为全代会揭开序幕 拉拉队高举蓝天在线 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 立平翻转执政 正式提名就等这一刻 蓝天在线好不好 日提名侯友宜 角逐明年总统战 立平胜选 侯友宜迎接韩国瑜时 两人拥抱并实质紧扣 我非常感动 在四年前 他在选取的过程当中 侯友宜做了没办 他对亚金开心 他面对今年的总统大选 我们两个 有共同的信念 都是要为守护中华民族 定肩作战 所以我们两个 在选择 选择 选择 过中华民国 过台湾 这个头头 所以 真感谢 华银 兄弟 这次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贪污腐败的民进党是摩财 现在把台湾推向战争 是害命 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 摩财害命的民进党 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 下架民进党 侯友宜韩国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 快为五年后 三人再度合体 燕子 秃子 汉子 三人同台 为侯友宜赞下 加油 加油 泛兰大团结 国民党执政十三县市首长 也到场力挺 就连先前被说是支持 不同阵营的立委 傅昆吉以及陈玉珍 也现身全代会 蓝营大咖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还有前主席红秀柱 呼吁党内泛兰快快归队 今天外面风风雨 民旦话有一句话说 心头抓好听 不怕柱卫做风海 所以大家心头抓好听 场内动算声声喊 营造党内大团结气氛 但场外出现插曲 支持者因为越线遭警驱离 跟远警爆发推起冲突 对对对 全代会正式提名 侯友宜参选2024总统 大局底定国民党盼望 明年总统大选下架贪腐政权 重现蓝天 记者黄义俊 谢宏如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